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事业又成 钱财不断 三 男士手相不错 会有大前途 首先 你的手掌厚实而有力 三线伸长 根基身后 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 形成明显清晰的N字纹 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 越老越有本事 财运越大 事业线与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三角纹 财运加强 富贵有望 四 女人的感情线上桥也是婚姻很不错的情况 这位女士生命力旺盛 运势跟积极佳 婚后必然衣食无忧 夫妻感情深厚 并且孩子聪明听话 生活会很幸福 第二 注意 手相中极少见的富贵纹 同时出现这三种注定一生富贵 看守实名 手上的珍稀花纹和三十九同时丰富 人生总是跌宕起步 痛苦快乐 人生的运气有时难以捉摸 人的命运也很难把握 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 婚姻状况或财富 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 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 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 如果这三个特征同时出现 那就有九个财富 你有吗 在一个人的掌纹中 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除了三条主线之外 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 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 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 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 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 导致你手掌的变化 透过这些线条可以看到一两个 在你的手掌中 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守护特征 这三个是最好是合二为一 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 代表地位 名望 成功和财富 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无名指的方向上 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项的特征 这条线也很长 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 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 所以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 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 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 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 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 说明时间会更早 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 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 还有做生意的时间 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 事业也会顺利 财富自然是极好的 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 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 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 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 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 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 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 是个好搭档 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 情绪线较低 接近智慧线 正方形会显得狭窄 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 气量变小 容易与伴侣吵架 失恋的机会会增加 第三 五十岁之后发财的首相都有哪些特点 一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 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 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之手腕横纹 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 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 有这种首相的人 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 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 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 富贵会出入头角 晚年财运大增 地位节节高升 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相 二 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 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 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 一般人能够拥有一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 而能够同时拥有两条 即一条可以直通中指 一条直通食指 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 也就是说在五十岁之后 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这部分人大性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 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 做事总是不知所云 有些任性随意 因此大都一事无成 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 但是到了五十岁 作为财运的分界限 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 被打通的人度二满 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 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 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 最终晚年福禄大增 成为人上人 三 拇指 无名指上有斗 斗和波及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 斗就是像年轮一样 可以呈现数圈壁和圆形的纹路 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 那么他们五十岁之后 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 而两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 那么五十岁之后 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 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花期比较长 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 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 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 则是需要时间慢慢地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 等待一定的时机 后级勃发最终在中年之后 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崩 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 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 四 小拇指上有指纹仪或两条 中年裁员滚滚的人手向上第一个特征 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一条或两条指纹 小拇指有一到两条指纹 到达第一指节的人 我们称之为运约纹 有这种手向的人 越老越会气 子女有成 不需要自己担心 晚年子嫌孙贤 儿孙绕戏 富贵游安康 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两条 也就是香里中常说的侧纹 虽然这样的人聪明 事业上有成就 但一生比较劳碌 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 属于赚辛苦钱 有好也有坏 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 多多保重身体 五 事业线有浅变身 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的极为浅薄 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 这样的一种事业线 体现除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 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 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 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 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 获得出色的财运 五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 这种首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 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完成的特点 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 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 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弃命 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 六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超终止延伸 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 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 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终止根部延伸 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 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 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 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 生活 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 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 一般来说这一手箱也体现出了 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忘符或者是忘记运势的另一半 八 拇指上存在痘纹 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 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 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波及纹路的话 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 九 手中多钱才闻的人 其实手中多钱才闻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 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 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 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 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 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 能成为家人的骄傲 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 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 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 古人看手相最重要的就是看掌纹 现在虽然增加了掌勤 掌秋 指甲的 但掌纹的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 由主线和侧线组合而成的掌纹 不仅可以看性格健康事业的 还能预测你的鸡胸 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 一些吉祥符号的出现 虽然有好运藏于掌中 但还要看整体手相 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 那手相上出现哪些纹路 预示你一生富贵享福呢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一 美鹿纹 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 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状的三角纹 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 就是美鹿纹 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 空宫或者梗宫等区域 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于富贵 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加紧优越 一生物质生活富足 一世无忧 福泽深厚 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 所到之处自有人视为上帝 过得舒适自在 有一定的学习机会 见解非凡 长大能够有大的作为 飞黄腾达 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 今生的成就就会远远超过父辈 也是光宗耀祖了 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 一生贵人运很好 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 也就是说 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 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 二 千金文 千金文的特征是 在手掌中有失约线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但还没有感情线集中值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钳字 深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施 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人的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想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文的人 衣食无忧 生活英识 一般竟想荣华富贵 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 必能早年就发达 前程四季 家中裁员滚滚富甲一方 正所谓 人生苦欲 任荣华 文欲千金 直上家 事使少年人得此 前程富贵 有人夸 需注意的是 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毁前程 掌中生有千金文的人 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意识无忧 生活英识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一下这个缺点 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 三 验证文 验证文顾名思义 就是像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 秋天来了 一群大雁往南飞 一会排成人子形 一会排成一子形 所以称之为验证文 古书中对验证文的图解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上图左中所示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条从生命线上 向上升起的并列线文 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 另外一种就是上图右中 在逝越线的末端出现人子形 并列线文 也叫验证文 像书中说 朝牙文类验排行 一旦功名姓氏阳 出入黄都为将将 归来代句徐乡 也就是说验证文形状 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 人生有此文能发达富贵 必可进入朝前辅佐君主 深爱君主器重 唯以重任 名声远扬 在现代来看 如果你拥有此类首相的话 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 生活富足 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还能获得升职加薪 唯以重任 做出一番大事业 掌中生有验证文的人 具有轻贵气质 心执人厚 青年善心 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 验证文其实表达的是一种 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 大都指名气 出现在首掌的不同位置 也都有不同的意义 或倾向的领域 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 导师 思想家 科学家 艺术家 政治家 将军等等 但实际成功与否 并非一概而论 只是一种参考 也是古代量财而用 道德品格的一种见解 从手枕的角度来看 掌中出现验证文 与人的骨关节系统密切相关 通过无数的病例观察 在骨关节系统疾病里 这种掌文很常见 比如颈椎病 腰椎病 关节病变 甚至于风湿类风湿等 都发现了验证文的踪迹 中国人出现验证文的比例 非常的高 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 发现此文的深层次内涵 应该与缺钙有关 也就是说 一旦有了验证文 就要考虑不干 就要预防骨关节疾病 四 金花印文 手掌中有两个米字文 并排而立 视为金花印文 一左一右 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文 有时说 文代金花印立身 此生富贵不纠品 男儿指日风侯相 女子他年 国内人 拥有金花印文的人 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 尤其是想社会名气 受人尊敬 女子一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 金花印文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下 这种手文不仅十分漂亮 还寓意无比吉祥 代表人的贵气 再孤单 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 一灯龙门身价百倍 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 上等人 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 必然可以嫁入猴门 飞上之头当凤凰 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 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 这种首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自己的事业 长中有金花朵般的文理 男人有此文可当大官 女人生此文可成贵妇 不同部位的金花印文意义不同 对于金商的人来说 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文 于是其人财运很旺 财运滚滚 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 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企业 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 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 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 如果在明堂或太阳丘出现金花印文 此人会将所有经历都用在学习上 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 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 才子敏精 是写文章的好手 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 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文 此人会很有魅力 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份事业 如果此文出现在明堂不伟则不佳 遇事其人可以会是个糊涂官员 生命线友上金花印文 是大富大贵之相 男儿官运横通 女子可以为官 有这样守闻的人 远离疾苦 而且伏被子孙 五 夫子眼 所谓夫子眼就是在拇指第一直骨上 即大拇指内侧中间 那个关键上的截纹 不是一条线 而是两条或三条 分开成眼形状的纹路 夫子眼也称孔子眼 凤眼 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 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 而且越像眼睛的人越有福气 如果开口了 则不能算作夫子眼 手上的夫子眼代表该人有疏远 天资聪慧 头脑聪明 且管理能力较强 也代表勇气 胆量 夫子眼大者 勇于冒险 从古至今一直有 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取心下凡 再不济也是能武文弄目 文才斐人的才子佳人的说法 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 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 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 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 婚姻幸福 如果夫子眼的纹路 如果深强不一 文献中有段不完整 则表示判断力意志力稍有不足 若弧线比较平直 不对称或开口封闭不全 则代表身体状况差 容易早衰 有这种印记的女性 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秀的男性 其有机会嫁入豪门中 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 那就会更加有利 即使没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也会使一生衣食无趣 另外也有人称 夫子眼是死在肤前的一只花的说法 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 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 六 元宝纹 元宝纹也就是事业线 财运线或者是杂纹 智慧线和生命线组成的封闭纹路 这是首相中的财库符号 是储存钱财的财库 也代表着大财运 有这样掌纹的人一生不愁钱财 元宝形状越大 则财富越多 当然还得加上手型端正 得体 长色红润 三线深长 无杂纹干扰 长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 这样才更能将元宝纹的财气激发出来 使命主在事业上得财丰厚 钱财不断 财运横通 房产良田都不缺 假如女性手掌中有元宝纹 不只是身材气好 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 便是咱们常说的望夫 望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 她本身机遇掌握得好 容易成为富太太 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 同样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好的掌纹只是可能 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 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性的优势而已 人的手下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 不再雕琢你掌纹并留下痕迹 所以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